在温暖的灯光下 老奶奶细心一针一针地 勾出色彩缤纷的涂样 希腊这位高龄 93岁的老奶奶 日复一日重复着编织工作 只为了将这些围巾 全部送给欧洲难民营的孩童 老奶奶的女儿估计 自从90年代开始编制以来 这位奶奶已经制作了3000多条围巾 而奶奶最期待的 便是收到孩子们的讯息 即便奶奶的视力已经不如从前 也患有三叉神经痛 但为难民营孩童准备礼物的动力 却源源不绝 让她坚定地继续编织下去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磷 综合报导